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巨星不易工作室 来自巨星毛不易 毛不易对自己的唱盘是怎么理解的 巨星不易工作室 我觉得不易一个是不容易 一个是不改变 然后我是个平凡的人 我希望我的歌能让更多平凡的人 为更多平凡的人唱 然后也希望所有不想改变的人 就可以不要被外界的一些声音所改变 勿忘初心 毛不易刚刚整场 大家有看到后面那个字幕吗 我们那个歌词 那个是他自己写的 那个全是你自己写的对不对 认为他的字很漂亮的 请举手 花花 不举手的意思是 我走神了 我没有太懂你们为什么 我突然一回过去 你都在举手 干嘛 都在表态对不对 对不起 203这首歌听起来像一首情歌 其实是在什么创作背景下 为什么写这首歌 这个是203是我租了一年的一个房子 房号是203 然后这首歌是 我在房屋到期之前的一天晚上 给这个房子写的 你为什么要做房子 你不跟家里人住一起吗 我在实习期间 自己在杭州住了一年 好的 那我们来听听看三位新推官 对你的点评好不好 首先老薛 有一个 这样毛不易 今天这副词 从一开始开始 有两句话我觉得很奇怪 你从你的角度出发你写 后来刮风下雨 我都躲在你怀里 看着我所有的小脾气 你谈恋还是这种人吗 下雨了下雨了 躲进去啊 小脾气小脾气 你是这种心态的人吗 你谈恋爱的时候 会是这种人吗 就是啊 亲爱的女朋友好怕 是这种样子的 也不是 没事没事 房子 写的是房子 你写的是躲在那间房子里 房子的怀里 好 那我今天要开始diss你了 你的词没有写清楚 有一句话我很喜欢叫说 也许她的双手太多情 可是你前面又选了 那天偶尔走近你 就是别人不知道 你到底指的那个人是谁 一会儿你一会儿他 你是指房子 手是风的手 好 我知道 但是你要说清楚 你比喻的不够清楚 你懂吗 你把前后 你要形容那个对象 你看哦 那天偶尔走近你 也许她的双手太多情 你感觉好像都不是一个人 这是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词和曲 除了我刚刚点出来那几句之外 落了俗套 没有你第一场经验 也比不上你第二场的好听 你再慢慢地退步 你再慢慢地退步 谁说没有的 好吧 你们人多 但是我就想说 真的在退步 秘密 我觉得老轩为什么会这样说 可能因为我们所有人 对毛不易的期待都太高了 消愁之后 从有钱人 然后巨星 然后到了消愁 我们所有人 都对毛不易的期待 就是在那儿 如果我觉得到不了的话 大家会觉得 为什么毛不易退步了 对 因为我们太喜欢你的歌了 然后太期待你歌里面的故事了 对 所以今天所有的 严厉的话 都是希望 你能有更多的 好的东西 给我们 对 然后期待看到你之后的 加油更好的作品 嗯 房子以外的故事 谢谢蜜蜜 花花 毛巫衣 我应该跟大家都不一样 我从来就没有期待过你 虽然所有人都很喜欢你 你的消愁也很好 但是我并没有期待 因为你其实从始至终 你的曲奏 这里就没有过过一次关 所以说 但是我今天 为什么会直接这样想出来 你发现前两场 我也都只是说 曲你可以再去研究研究 我上一场都已经说得很直白 去好好学习一下 结果你这一场带来这首曲 应该是我目前听到你所有创作里面 最让我听不懂的一个曲 就是完全没有画面感 即使你上一场玩的那个音乐也有一点点落俗套 但是你起码还是有一点你自己的一个主题的旋律 你今天这首歌的曲就完全没有 词前前已经说完了 所以我主要告诉你这个创作的东西 如果你想当做一个创作者的话 我希望你每一场都能有一个不一样 如果你觉得你自身的创作能力 因为我还是那句话 你的词很好 如果你觉得你真的不是很擅长写曲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找人帮你写 然后因为你想想像那个钟亦轩他就 他可以放弃创作去只专注演唱 我觉得是OK的 或者因为你写的一首好词 就是我希望你能更好 希望作品能更好 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听到非常非常好的作品 所以说今天你的这首歌 其实我有一点点失望 对 谢谢 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完三位星吞观的讲话 我的心里有一点压抑 好像人都 为什么 好像说的又对 好像说的又 可是你就是不敢去 那这是一个比赛 我们希望每一场 我们就是这么贪心 虽然只有一个星期 知道 那我们希望看到每一个人的进步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毛不一在别人的心目中 他就应该是95分的 他一旦做到了85分或者90分以下 就大家会觉得不满意 就是退步 所以对他来说 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你要承受的 因为你小丑写的是好 我承认的 可是你这个就是没有小丑好 差太多了 也许就是巨星不易的地方 也许就是巨星不易的地方 不改变 不容易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毛不易 好 听完我们三位星推官的点评之后 我们稍微释怀一下 因为已经表演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王老吉 超级应战时刻 在剩余的其余场排当中 我们的巨星毛不易 谁想要来挑战他 请举手 马伯谦 赵天宇 其实你内心最想选择的是 其实内心最想选择的 选周恩轩吗 为什么呢 如果这个环节是我和他的话 那起码我们会有一个人晋级 这样可能两个都没办法晋级 两个人如果率先晋级的是他 你也会很高兴对不对 对 萱萱 萱萱 听到了吗 你有什么想对你爸或者你妈说的 就是我觉得你很棒 觉得你很棒 很可爱的萱萱 但是还是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 钟雨萱在危险区 他已经被锁定不能被选择 所以毛不易要在赵天宇和马伯谷 国前当中来选择一位 你的选择是 赵天宇 赵天宇 开场人气第一 他其实晋级的机会是翻倍的 他可以看到三位新推官 全部的成绩之后选择最高的 你确定选择赵天宇 赵天宇 掌声送给不怕挑战 不怕困难的巨星 猫不易 赵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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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话要对毛不易说 毛不易真的 他的词我特别喜欢所有的歌 然后今天能跟他在一块 就是来比一下的 我觉得特别的荣幸 所以咱们走着瞧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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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